鞠螺 鞍鱼 鞍鱼 悉尼螺 不认识的螺 其实这个螺是最好吃的 比起 另外的那些来说 这个是最好吃的 hello大家好 我是悉尼 G先生 悉尼终于解封了 周末带娃来到LITLE BAY玩一玩 也顺便赶赶海 看看有什么好货 首先把老婆孩子带到ROCKBOO附近 大腿朝后很适合小朋友们 小孩的小海螺一大堆 当然也有些奇奇怪怪的海洋 看起来 看看 弟弟 这是什么呀 弟弟 哎呦我不用手呢 这个扎扎扎手手 一只舌海鞋 其实它性情很温顺 是清理鱼缸的一把好手 嗯 这是个什么东西呢 当然不能了 看它长得多么的丑 安顿好家小 便于好几友来到了人脚少的区域 水不深 但是呢会有功课 建议水性不好 或者怕水的小伙伴 配好救生衣 以及一定要买好鱼排 水面反光 所以呢带好面杖 水里面的海螺非常多 海胆也很多 运气好还可以挖到鲍鱼 海胆也很多 海胆也很多 海胆也 Different 海胆也很多 我想说 海胆也很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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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像 were nossa 下面就进入到了丈量尺寸的时间 海胆每个鱼排可以最多携带10个5尺寸要求 海螺中细腻螺和军螺要求大于7.5厘米 一个鱼排最多携带海螺总数20个 鲍鱼大于11.7厘米 最多携带两个 仅可以在周末和与周末相连的法定节假日抓取 比方说这个 也是刚刚做size 但是今天收获比较多 大气 大气 快看看我大气 像这种个手比较小的就没用 两个军螺 再拿细腻螺 你们俩谁大 谁大谁比较倒霉 我们来看看 大家就是觉得是左边辣的还是右边辣的 我看好像右边辣点 哪个辣 走着 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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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要了 这个不要了 走 不要了 这边撤 好 好 很多小伙伴们可能会说 每次抓回去 海胆不会开 海螺要敲碎了才能取肉 其实不用那么麻烦 下期来教大家如何处理这些海货 感谢各位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